哈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每周360 让我们来看下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第一则新闻就是 BMW 7系列刚刚全球发布不久 其中的i7就在近期现身我国的BMW官网 我国版本的i7有可能会搭载外国需要选装的那块31.3寸的大屏幕 至于其他内装部分则是和普通的7系列保持一致 i7搭载了市面上最大的电池之一 101.7千瓦的电池 采用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544hp 795Nm的动力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615km 充电的话采用Wallbox充电需要1小时38分就能够拥有100公里的续航 超级快充的话 100公里的续航只需要6分钟的充电时间 我国BMW没有公布这个i7的售价 但是在税务政策的作用下 你们觉得这辆i7在我国会卖多少钱呢 第二则新闻就是Cherry 奇瑞Tigo 8 Pro即将进军我国 最早前奇瑞就有向我们表示 这款车会是首款 回归我国的新车 而且很有可能是以CKZ的方式售卖 来看看Tigo 8 Pro这款车 它是一款C-Segment的7人座SUV 采用奇瑞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员 Life in Motion 整车看起来方方正正的 人角分明 它的车头灯是有两个L型的LED 日间行车灯 车尾也是用LED的 再加上它的车尾是双触排气 整辆车看起来还是非常带感的 内饰方面它有三个屏幕 分别是电子仪表 中控的控制屏 和一个控制冷气的屏幕 引擎动力方面它采用的是一具1.6L的涡轮增压引擎 配上气速双离合 有194HP 290Nm的扭力 动力输出相当不错 而且这款车很快可能下半年就会跟我们见面了 让我们期待一下啦 第三则新闻就是 Mercedes AMG C43正式全球发布 大排量的AMG时代已经要到尽头了 新款的C43采用的是一具 2.0L的直列四缸 电子涡轮增压引擎 配上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九速自排变速箱 搭配4Matic智能四驱 搭载电子悬挂和后轮转向的功能 最大马力表现402HP 500Nm的扭力 而官方宣称0-100只需要4.6秒的这个成绩 全新C43的外观基本上和普通的C-Class 没有太大的区别除了水箱护照的那个隔山换成了 AMG专属的Pen Americana的隔山之外 和它的后方有双变双出的排气和轮毂的设计不同之外 外观基本上是和普通的C-Class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而内饰方面除了AMG的赛车同意之外 它的内饰也跟普通的C300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当然C43最主要的还是它的性能嘛 就是要那种低调的外观然后 惊艳路人的动力表现 所以最后 你们对这具2.04缸的C43有什么看法 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精彩的留言 第四则新闻就是 双人坐电动小车 50宏光mini EV 要进入我国市场了 早前就有网友拍到这款车的踪影在我国的路上 是不是他在悄悄准备进入我国市场售卖 给我们一个惊喜 50宏光mini EV是一款非常可爱的小车 它只有不到2米的轴距而且只能坐两个人而已 主要的用途就是在市区代代部买买菜这样的用途 因为他只有27PS和85Nm的动力 最高续航里程也就120公里而已 所以他是做不到长途行驶的 再来就是他的售价 在中国卖 也不到3万人民币的售价 换算来马币的话 其实售价也不会超过2万令吉 绝对是一款非常清明的小车车 其实我国早前就有50要进军我国市场的消息了 所以这款车会不会是其中一款进入我国的车款勒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留言让我们知道啦 最后一则的新闻就是 全新的Lexus NX在我国的价格出炉 有两种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是250的Luxury 和350的F Sport 引擎配置方面 250搭载的是一个2.5的Dynamic Force自然机器引擎 有203hp 250Nm 再来就是350的车型 它搭载的是一个全新的2.4涡轮增压引擎 拥有275hp 430Nm的动力 两款引擎都是搭配8速自排变速箱 它的外观设计最大的变化就是车尾灯采用了现在主流的灌酸式车尾灯 车侧和前脸则维持着 Lexus新的设计语言 Lexus在新一代的NX内是做了很多的改变 比如说中控换上了更大更主流的14寸大屏 舍弃了很多实体按键 但是保留主要的音量控制 和空调控制旋钮 和一些其他比较常用到的按键 值得一提的是 它支持数位钥匙的功能 也就是可以把你的手机当成 车辆的钥匙 解锁你的车辆 很有科技感 至于价格方面大家可以参考旁边的列表 当然这个价格是不包含SST销售税直到6月30日前的 所以大家对这个NX的价格有什么意见 在这个价位你会选择这个NX或者是其他的车型 可以留下你的评论 让我们知道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看到这里千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 当然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Instagram 小红书和TikTok 里面会有更多不一样精彩的内容 假期期间大家一定要小心开车注意安全 所以我是志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